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 在冬奥会期间 中国网球明星彭帅 终于现身了 2月6号法国的体育报纸 团队报登出了对他的专访 在早一天 2月5号星期六 他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共进了晚餐 彭帅强调和巴赫 有一个很愉快的交流和讨论 当然毫无意外的是 彭帅对法国媒体再度否认了 有任何人对他性侵这种事情 说这是来自于一个巨大的误会 那这个事儿呢 是一个各方面交作业的行动 对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来讲呢 他算是兑现了 在冬奥之前他承诺的 会在北京努力和彭帅会面的 这么的一个承诺 巴赫所承诺的是 如果彭帅他想进行调查 那么国际奥委会就会支持他 但显然彭帅表达的意思是 大家误会了 既然误会 也就不存在要调查的问题吗 国际奥委会就正好顺波下驴 反正你看彭帅都这么说了 我们也没办法判断 他是不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发的言 当然也就没有办法针对他做什么调查 所以呢 国际体育官员 他也是一个政治圈 就这么八面玲珑的 及时抽身 话说的挺漂亮 我们承诺这样 承诺那样 最后什么都不用做 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当然公道的说呢 国际奥委会它是没有什么手段和渠道 对彭帅和张高丽事件进行调查 他们能做的也就是询问中国的体育官员 中国的官员什么不告诉他们也束手无策 所以呢 所谓调查彭帅有没有被性侵 其实不是说大家真的希望国际奥委会扮演个007那样的角色 其实要的就是你一个态度 对于运动员被性侵 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自于政权那种强势人物的压迫 你能不能够接受 就这么个意思 对中共来讲呢 这份作业就是一起公关止损行动 希望彭帅张高丽事件逐渐就淡出视野 偶尔被人提起呢 今后是免不了的 但是不要构成一个持续的压力 中共是对彭帅和国际奥委会两头都在做维稳 就安排了这么一次采访秀 其实你看这个事件 你分析每一个环节啊 技术流程上它是费了很多心思的 首先是时机的选择 在冬奥会开幕以后的第一个周末 让彭帅露脸接受国际媒体采访 如果太早呢 显得太猴急 好像自己很心虚 急于为自己辩解 太晚的话呢 有些运动员赛事已经结束了 他没啥事又没啥压力 就到处嚷嚷着彭帅在哪呢 要寻找彭帅 这就让他为难 所以就挑在了2月5号让彭帅露脸 同时你看找的是一家法国体育报纸 这就又有讲究了 法国政府没有公开外交抵制冬奥 算是给了北京面子 所以这个采访的机会给法国媒体 同时呢 它是一家西方媒体 虽然不是一家大报啊 但是其他西方媒体转载的意愿呢 就比上一回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辟谣 比转载他的意愿要高 这家报纸虽然在体育领域比较坚长 但是影响力还是没法和国际大报大台相比 对于中共来讲呢 可控程度比较好 可以要求他更加配合 要是国际知名的大媒体的话 可控度就差 那这次采访呢 是要求彭帅只能够用中文回答 而且媒体的问题要提前提交 而且文章只能发对彭帅的专访 不像其他报道那样啊 除了采访这个当事人之外 还要采访一些其他业内人士的评论 那这一次就不能够有评论观点 总之你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平淡的现身 但其实方方面面各个环节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 在这篇报道的序言里面 法国这家报纸自己也说了 说我们knowing fully well 就说我们早知道彭帅会重复之前 他对官方媒体说的那个话 那从彭帅露脸这个事情 它算是一起国际比较聚焦的事件 我们能够解读出什么报道之外的内容呢 在我看来呢 第一它说明了国际压力是管用的 你看这事儿如果发生在朝鲜 小金宠幸了某位运动员 就算是很幸运的 这个事情被国际体育界知道了 他也不会对小金构成什么影响嘛 因为国际社会和朝鲜之间 它缺少传递作用力的纽带 你外门再怎么抄抄对小金来讲 那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对它不造成影响的 但是国际社会向中国传递作用力的纽带 你看还是有的 而且呢 在某些特定时刻和场合 它还是很管用的 体育已经是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 同时它也是个巨大产业 如果由于彭帅这个事情持续发酵 中国的体育在国际上受到杯葛 那么不仅是中国的运动员体育方面的官员 还有这个相关联的商业环节 都要蒙受很重大的损失 而且当局很难对老百姓有个解释 为什么很多重要的赛事 现在人家都不在中国办了呢 那是因为我们某位前政治局常委 对有活力的运动员女生 特别关照了一下 引起了误会 你看这就很难解释吧 对吧 也说不出口 所以现在中共是急于在公关上脱困 现在它是对国内严密封锁消息 但是如果国际对彭帅的关注一直持续进行 中国没有办法成办很多重要比赛的话 这个后果发生了 那么中国人迟早还是会了解到的 但是谈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 这次是在冬奥在彭帅这个事情上体现出来了 我接下来还想再稍微发挥一下 就是这种作用力的纽带 它除了在体育领域 其实在很多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 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从投资到科技 其实都有巨大的影响 中共呢也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 金钟罩护体 刀枪不入 别人怎么都奈何不了它 习近平一再的硬脱钩 知眉愣眼的搞内循环 给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前客和企业家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他们是不可能无所作为的 只是他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和场合 让自己的意见发挥作用 进入到这个政治程序之中而已 那在彭帅这个事情上呢 你看是因为有冬奥会 所以中共当局就不得已一再做出辩解 那是有这个场合 那被内循环所捶爆的 而且是损失很严重的各个产业 还有国际资本家们 国内的权贵们 他们也在等待着一个机会发作呢 会是怎么样的机会呢 咱们这里做个推测 大家注意到没有 从去年年底传出了一类消息 去年12月份 中国前财政部部长楼继北公开说 国家统计局的那个数字 没有真实的反映出中国经济的负面变化 这个话呢 就说的比较文奏奏 比较委婉 说的简单点 就是说 国家统计局你数字造假了 最近有北大一份报告举出 中国和美国的科技产业脱钩 造成中国芯片产业 非但不会出现什么大跃进 砸下去 巨量的金钱就迎来什么腾飞的机会 如同那个科盲周小平所说的 反而会在大部分领域落后 甚至造成科技的真空状态 他这个报告里说 中国的IT业只在一些小领域有领先地位 一阵子各路媒体报道很多 说中国在这个什么人工智能啊 超级计算机方面要弯道超车了 其实呢 这份报告就指出 这其实只是一个幻象 总体上中国的IT产业是非常落后的 报告里面还说 这个中美科技脱钩 对中国的IT产业整体上已经构成了巨大冲击 反观对美国还没什么影响 那中国只剩下一些技术含量低 附加值比较低的企业和美国有联系 所以呢 他这个报告的意思是说 大链芯片超音赶美 那是妄想啊 没有成功的可能 其实就说这么一个意思 当然这个意思也是 从三年以前我们这个节目就一直在说的 那么好 大家看楼纪委指出国家统计局数据造假 北大的报告又指出 大链芯片是没可能成功 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呢 其实他就体现出了体制内一批人的发力点 就是他去攻击这个数据造假和宣传浮夸 他们目前还不敢说啊 习近平的内循环锁国路线 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 而且造成很可能中国的科技会落后 他们目前不敢这么说 他们敢说什么呢 就敢说啊 你统计部门报喜不报忧 数字造假了 所以误导了领袖 还有呢 就是宣传部门牛皮吹上天 蒙蔽了盛聪 就如同那个大跃进之后 部分官员和学者 他只是敢批评那个浮夸风 说什么各地虚报产量 到处乱放卫星 对那个粮食亡产 掺水造假 他只敢说这个 当时是不敢批评三面红旗 这个毛泽东定下的路线的 而现在呢 中共内部也大体上处于相似的状态 但是预计到二十大开之前 中国逐步进入政治旺季 对于这种经济运行表层的批评声浪啊 就会逐渐逐渐多一些啊 不敢批评本质 不敢揭露本质 但是他们敢批评一些现象 但是批评一些现象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那很自然的也会涉及到习近平这个内循环路线 是不是合理的问题 那个时候 习近平就迫不得已得有一个回应了 就像这个彭帅的事情被炒到热到一定程度 又碰上冬奥会要开这种时候呢 中共就不得已再三出来以各种形式辩解了 我们看一月份习近平在浙江的旧部 徐立一被免职了 他为那个郑州水灾负责被罢免了 罢免他的理由是满爆灾情 而且对这个郑州720雨灾的反应不得力 这其实是一个信号 为什么呢 因为掩盖造假是中国官场普遍的情况 用同样的理由可以追究很多官员的责任 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有人翻出了2020年初 江苏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报告 里面就吹了个天大的牛皮 说截止2019年12月31号 江苏省的脱贫率达到了多少呢 99.99% 全省只剩下6户17人没有脱贫 那现在你看问题就来了 徐州丰县的八孩之母事件那是发生在江苏吧 爹妈加上八个孩子就10口人就占了 仅剩的那17个未脱贫人口的里面10个 按照江苏省的说法就只剩下5户5个人没脱贫了 难道这5个仅剩的贫困户 每家都只有一口人吗 多一个人都不行 你看造假扯淡到这个份上 你用脚指头都能想得明白吧 那么请问李克强是不是也应该像追究郑州雨灾那样 罢免郑州市市委书记徐立毅一样 开一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呢 大喊一声江苏省 你们竟敢谎报脱贫成绩 蒙蔽当今圣上 你这摆明了就是 嫡己红高级黑吗 你实际上是为领袖的脱贫大业抹黑吗 那从江苏省到徐州市的主要负责官员 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就涉及这个问题了 可是你看这种夸大脱贫成绩 放卫星的都是上杆子给习近平拍马屁的 你要把这伙官员找个理由给免了 那习近平的路线不就没人拥护了吗 他自然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习总提的目标呢 不管是脱贫还是大链芯片还是内循环 通通都是违背可观规律的 不造假是不可能完成的 这就是习近平给自己挖下的坑 随着今年上半年 经济运行更多问题暴露出来 这个追究 掩盖真实情况 让问题得不到解决 数据造假 这种呼声在起来 那自然这些药田的坑一个个 也就都暴露出来了嘛 就成为国际国内的反习力量 攻进习近平城墙的豁口 这是我们从彭帅现身事件所做的发挥 也就是只要在特定场合找到了突破口 习近平还是不得不做出反应 得主动去为自己辩解的 他也不是那么强大 那么金钟罩护体 刀枪不露的 当然事情会怎么发生 有许多种可能性 这里只是谈一个线索 说完彭帅这个事儿呢 也说两句习近平的奢华晚宴 这是为了招待参加冬奥会 各国领导人举办的国宴 你看这个照片 东道主和来宾各做一边 为了疫情期间社交距离的需要 餐桌尤其的大 但是正好满足了习近平体现 大国气派的需要 这个餐桌中空的地方呢 展示的是冬奥村的全景模型 你看很有气派吧 所以大家看看 这次冬奥会的口号 简约安全精彩 你再看看这个餐桌 这场国宴 你觉得简约吗 所以从这些事情上 其实我们可以解读出 习近平的一些想法 他的心路历程 咱们回顾一下 2014年奥巴马来中国访问的时候 习近平是安排奥巴马 在中南海迎台茶叙 喝茶聊天 中南海不算皇城 但是他也算是皇家园林 那个时候习近平的帝王心态 就已经有所体现了 但是心还不是那么大 你看过了四年 等川普来的时候 就安排川普游览紫禁城了 在故宫 习近平又和川普喝茶聊天 看戏 潜台词就是让你川普 见识一下我们中国的皇家气派 估计这个安排是有特定理由的 是习近平手下的人分析过的 川普是富豪出生 喜欢奢华 据说他佛州一个庄园的马桶 有一个马桶都是金的 那我们就要展现皇家的奢华气派 天子富有四海 你一个美国的土鳖 你一个圆外算老几啊 对吧 肯定能够让他惊叹 压他一头 为这个谈判 我们争取一个有利的气势 那在这一回合的较量当中呢 习近平的帝王心态又放大了一圈 而这回借冬奥国宴 所展现的帝王气派 别的不说 在奥运会主办国里面 那肯定是前无古人 有没有来者啊 咱不知道啊 这是有那么一点 要把来吃饭的人都吓傻的意思 惊叹天朝 果然气度非同凡响 我等穷酸苦逼之国 是自叹不如啊 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 那这个场面呢 是让我想起了毛海贱先生 在给咸丰皇帝写的 《传记苦命皇帝》里的一个故事 就说这个英法联军逼近北京 咸丰皇帝跑路了嘛 跑到热河去木兰秋贤 其实就是去避难去了 走得匆忙准备不足 那热河行宫很多生活条件 就没有办法像紫禁城里面那么周全 像给皇帝做饭的御膳房 就没有办法原样搬家 皇帝吃饭的规矩呢 是一样菜啊 它不会动很多筷子 不像我们老百姓一样啊 你就喜欢吃鱼香肉丝 这排人肉丝摆在你面前 你就使劲加 皇帝吃饭不能这样啊 目的是不让人揣测 皇帝喜欢吃什么 所以一样菜 它加一筷子 皇帝喜欢的呢 也就两筷子 都不会达到三筷子的啊 这是天微难测的一部分 皇帝吃饭的时候呢 是他自己面前摆一个小桌 一张鸡案 对面的大桌子上呢 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菜肴 由太监试过没有下毒之后啊 再由伺候皇帝起居的太监 拿个小碟子 一样加一筷子啊 最后呢摆在皇帝的面前 这个大餐桌呢 就叫看桌 它主要是用来看的 绝大多数菜啊 皇帝是不碰的 但是咸丰皇帝到了热河之后呢 还要维持宫廷的这个排场啊 就有困难了 开销非常的大 当时呢走得匆忙 很多后勤准备还不充分 大部分随行人员 连一日三餐都吃不饱 连皇后嫔妃的饮食保障都成了问题 你这个摆看桌啊 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啊 花费很大 得多花出去上千两银子 咸丰皇帝就有点于心不忍 就想从简把这个看桌给撤了 咱们都困难到这个程度 就别摆这个排场了 随行的大臣素顺 听说这事以后 马上就去见了咸丰皇帝 阻止 说看桌呀 您不能撤 这可不是您吃饭的问题啊 撤了的话呢 外界会议论 说连皇上都没银子花了 连看桌都摆不起了 天下人心就不稳了 所以呢越是困难的时刻 我们越是要维持排场 一丝不苟 咸丰听到这番话 觉得很有道理 我这个奢华 不是为了我自己享受啊 是为了维持天下人 对我大清的信心 而奢华呀 哎呀 还是我想得浅了呀 还是速顺 老成某国啊 想得周到 真的是朕的古宫之臣啊 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呢 就是说帝王 他经常会有一些 很奇葩的思路 就是在正常逻辑 看起来很奇葩的思路 但是在他那是完全正常的 所以这么说呢 对于习近平一边讲 为人民服务而幸福 另外一方面又摆这个超级奢华的餐桌 你说把人下傻眼的奢华和为人民服务 这种谦卑的言辞 怎么能摆在一块呢 一般老百姓可能很难想得明白 你用咸丰皇帝的故事一想 就明白了 在习近平这儿 也不仅是习近平吧 就是中共领袖这儿 这叫做为祖国而奢华 为人民的自豪感而奢华 吃顿饭就能够吓死穷鬼的美国佬 从而让坐在电视机前的老少粉红和韭菜们 感到特别的爽 就感觉自己坐在那个餐桌上一样 这个就不叫奢华了 就叫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 叫做大旗的一部分 所以你觉得很奇怪吗 其实这就是帝王独裁者的真实想法 否则你很难解释他这种行为 在他那儿叫做我为人民喝茅台 我为人民吃国宴 这都是我为人民服务工作的一部分 我顿顿喝茅台天天吃国宴 你以为我容易吗 我是为了让你们这群屌丝韭菜 看到祖国的强大 对未来有信心呢 当然为人民服务而奢华 那当然我为人民服务 就顺带奢华一下 我就很幸福了 这就叫为人民服务中幸福 你还没想通吗 这么一想逻辑就通了 但是也顺带说一句 咸丰皇帝在客观上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 死撑面子摆看桌 最后呢他是没有机会回到北京 在热和病死了 他只是自以为在为祖宗设计考虑 但是为君不仁 所以皇天不幼啊 那今天的时事话题 咱们就聊到这儿啊 明天星期二 在咱们会员网站文招.ca上有一篇更新 我们有一位新的投稿会员作者 是一位来自中国的藏文化研究者 他的藏语名字呢叫秧宗 不过他这回投稿不是聊藏文化的 是谈在美国疫情当中的亲身经历 他现在是在美国的蒙大拿州 Montana 从事老人服务机构的工作 女儿不久之前经历了那个奥密克隆的感染 那他分享出了自己所在这个地方 人们对于疫情的态度 还有女儿感染之后身边人的种种心态和反应 整个家庭的经历 我觉得呢非常的生动 对于有兴趣了解 美国在疫情当中众生态的华人朋友来讲 很有借鉴意义 是个不错的机会 所以明天会把他的分享第一部分 放在咱们的会员投稿区 同时呢从农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 是我们会员网站的优惠期 那么请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那么好 在文招谈古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星期三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